嗨 大家好 我们又来啦 有谁在线吗 有谁在线的话呢 声音听得清楚吗 灯光清楚吗 如果清楚的话呢 在下面comment一个1号 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分享 我们等一下 这个他面对的问题 我身边的这一位呢 他其实之前呢 有面对了一个手脚麻痹 手麻痹的情况 甚至是很难入睡的那一种 失眠了 然后而且他还是有压到神经线过的 然后还没有分享这个 重点之前呢 我们请他来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他到底是从事什么行业 他是怎样面对这个状况的 来 哈喽 我是Manyo 我的行业是化妆师 然后以前我是超爱打羽球的 打羽球的 然后你是怎样造成你觉得 你目前一只手麻痹 然后扁头痛的问题 然后持续了多久 应该是有两年 两年哦 只是麻痹是近期来 是两个月里面 对哦 这样你是 那时候你那时用了什么方法 然后改善你这样的状况 你可以形容一下吗 那时候你麻痹的时候 是怎样的情况 因为大家很一定是前面的朋友们呢 他们都很关注 到底他麻痹到怎样的状况 到他很痛苦 让你形容一下你那时的感觉 我的麻痹是不能睡觉的 总之一睡两个手台 好像涌着上来 他闭到好像涌着上 到我的景象这里 是无法入睡 一要睡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很麻那种 看着他麻 手指很麻那种 所以我就 那时很痛苦 我觉得好像 很煎熬啊 晚上每个晚上都是这样子 长期这样子 不能睡 这样你这样的状况 维持了这样的时间吗 这样你是用了什么方法 然后去解决这样的状况 然后又很省钱 又马上很快看到那个效果的 我是用尽很多的方式 比如自己去推 也是不能 然后碰那种茶 给他自己预防那种麻痹的 也是不能 然后 给人家按也是不能 就是按了之后 他是有肩点效果 可是第三天 他还是会出现麻痹的症状 然后我就看到 因为 BE的一个通血管的 B-Fill B-Fill 所以我觉得 我要赏识一下 因为他是通我们血管 给我们血液循环的 所以我就试了 第一晚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睡觉 他没有再麻痹 不论说做什么 很神奇啦 我用了这样多的方法 也是不能 去弄掉我的麻痹 可是 我那晚一喝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可以睡 然后你可以睡的时候 你那时候是怎样喝啊 只是一包怎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到底是怎样喝 这个B-Fill的 然后 after that 你是喝了多久的时间 到现在为止啦 你已经喝了多少喝了 五盒 第五盒了 五盒啊 其实对你来讲啦 当初你愿意尝试 B-Fill是因为 你是看到 它是可以通血管吗 还是它有什么特点 可以 你看到什么东西 心脏 它可以呵护我们心脏 然后心脑血管的 所以你决定尝试 味道OK吗 很好喝 很好喝啊 形容一下什么味道 给大家还没有试过的 给他们了解一下 它是有那个 蜂蜜味这样子了 还有那个 什么啊 那个果啊 那个甜菜根啊 甜菜根 所以你觉得味道好喝了 嗯对 然后你是每天晚上喝 还是早晚都有喝 还是 每天晚上 现在我有状况的时候 我是早晚喝 然后早晚喝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改成 只是晚上喝咯 然后第一天喝的时候呢 第一晚喝的时候 是 隔了半个小时之后 我就去拍便 全部都是黑色的 互便 啊对 然后再拍第二次 也是黑色的 然后第二天晚上喝 就没有这样的状况了 嗯 这样你头痛的状况呢 那时头痛 你形容一下 你头痛到 怎样的状况 然后你喝了 这个B-Fill过后 有改善你这样的状况 我头痛的状况是可以 一个星期或者是来月经期间 我会好像有胸部痛 然后会偏头痛一下 好像晕晕晕晕 可是我这个月很奇怪哦 我的胸部没有痛了 然后我的头也没有说 很晕那种啊 是好像他有个跟我报道讲 我要来M秒 我要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是我上厕所真是来 只是很顺畅这次我来到 不会说有那个头痛很够力 不会说有胸部痛 因为我每个月来 我的胸部一定好像很肿胀 很痛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月来 真的是没有 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是非常棒的哦 这样你在我们还没有结束 我们的live之前啊 你除了通过改善你的麻痹 扁头痛 还有你还要跟我讲过 你曾经是背后压到神经线的 然后你觉得 针对神经线这个方面呢 对你有什么帮助 压到神经线了 可以讲 压到神经线对我有什么帮助啊 所以针对你的你喝了这个befuel过后 没有一直麻痹哦 讲真的 没有一直麻痹 以前背后很痛的 痛到我呼吸连都痛啊 所以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哦 有一首歌 梁兴如的会呼吸的痛是吗 对 差不多是那样的心血 因为我两年前多是躺在那个床 我的双手是不能动的 真的是 以为是中风啊 中风 然后我听你朋友讲哦 他有讲你的脸色看起来很好 对 很多很多人讲 很多人讲哦 因为以前我的脸色比较暗淡 比较黑那种 比较黑那种啊 现在很白了咧 今天我没有擦东西 现在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makeup的 我们是original 今天早上我上来的美容班 到现在我没有擦东西 哇很好很好 所以哦 你还有对 在我们结束我们的live之前呢 你还有什么话 想要对那些还在 犹豫着 refeal啊 到底 应该 不应该知道 那些还在 犹豫的朋友 你有什么话跟他们讲 有意的朋友啊 其实我也是 有跟他们讲啊 健康真是第一的 只是不要等到你真是要见医生的时候 你才来说啊 要消费这笔钱咯 嗯 所以是保健真的是很重要啦 不要等到你好像已经大大去 其实我是不喜欢去医院的人啦 所以我是 没有人喜欢去医院的 所以我是 没有人喜欢去医院的 所以我是很不喜欢 看医生的人啦 然后讲到这里很多问题那种 因为我两年里面看中医啊 西医也是很多一下 嗯 花了多少钱呢 你这样算算一下 用算算一下 很多 我是算不到那个 很多 嗯 OK 所以哦 我们也非常谢谢Manyo 这么棒的分享哦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个live 对你身边的人有帮助 然后你想要帮助他们的健康 可是他们又找不到方法的话呢 记得多多分享这个video 所以我们今天的live呢 就差不多到尾声啦 所以我们下一集的live再见咯 我们会再update它过后 再喝了几个月过后的那个进展 所以我们今天的live到这里啦 拜拜 拜拜 拜拜